我呢 是脱掉白大褂 步入医药行业 已经有两年之多 然后呢 今天呢 希望在菲尼莫属这个平台 能够找到一个 让自己发光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展示才华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希望能够找到我 可以翱翔天空的翅膀 好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好 你是护理专业 对 学护理的 男护士 男护士 男护士很吃香啊 干嘛不干了 为什么就是说 那个学男护士特别吃香 其实本人呢 对医学还是 比较感兴趣一点的 对 所以我也报考了 医药类相关的 因为我是文科生 所以只能报考护理 对 这是第一点 不 我问你 男护士挺吃香的 你干嘛不干了 他上来之后 他就有一种一本正经那个样 虽然他很虚的 但是你会觉得 他背后其实是有真诚在里边的 主要男护士呢 也是两方面因素嘛 对 第一个说实在的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的薪水的话 短期来说 不高 他不是特别高 第二点呢 我觉得他的一个职业环境啊 包括他职业发展的话 跟我个人的一个 在我成熟以后呢 跟我的职业规划 是有所差 说一下你的职业规划 我的职业规划是 就是说 能够在这种大型的 或者是说 这个行业的风口期呢 能够施展自己的拳脚 能够赚更多的钱 然后那个实现 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让我家人生活 会变得更好 然后也可以实现 我的人生理想 是这样的 说了跟没说一样 我感觉你说话像培训师啊 因为我认识大量的培训师 这个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 更从宏观到微观上 能够去了解它 不是 其实杜磊老师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讲的东西 其实我们想听到是 就你个人而言 你为什么要转行 你不要跟我们说 你很喜欢拔高 特别喜欢拔高 杜磊老师 我想解释一下 可能我刚才的语法 可能不太对 您可能觉得我在拔高 我是说 说你的习惯 你说话的习惯 喜欢高屋见领 说得很高 我们就说你的事 好的 对吧 其实 我其实说我的事之前 跟这些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我心里话 那可能有一些人 他在表达的时候 就是啰嗦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啰嗦 所以我挺能理解他的 因为我的一些经历 他觉得他的这个表达方式 和语言逻辑 就是这么一个风格 行行行 那你是不是面试培训师 对对对 你想做培训师 对我想做培训师 你以前也没干过 我有很多 你是培训那个医生 怎么用药物 这是类似 有相关性 有相似性 但是你知道吗 刚才你我之间的交流当中 好像大家觉得 你做培训师 可能不太行 你知道那个小白 你的这个语言逻辑能力 至少我们看来 挺差的 就是经常讲话 前后不搭 他主要的问题 不是逻辑的问题 他主要的问题是 他的赘述太多 好啰嗦 你知道吗 他的赘述太多 好的 我尽量地把这个重点的词汇 你周围人有人说你啰嗦吗 当然 肯定是有的 那培训师可能会要求你在 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内容输出 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继续提升的 你有女朋友吗 有女朋友 你女朋友来了吗 来了 我问一下你女朋友 来来 她一直以来就这么默默唧唧的吗 可能跟她的一个职业是比较相关的吧 她说话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想太多 有点唠叨 对对 她想的东西太多了 她在家里会念你吗 说的会非常地多 非常地多 有一件事情 可能会跟我说很多遍的 她念到你念到的最长 大概说过多长一天 得好几天了吧 她能一件事念你好几天 没有没有 直到被说过为止 对吗 先别说话 看完笑 胡老师你这么扒下去之后 小两位回去之后吵架 是这样的 这不是 这不是 你女朋友她这个比较凶色 我现在回来念好笑 很担心我才发现 这个已经出事了 他的话就比较开心 他人不坏 对对对 有些女孩就喜欢唐僧 开个车 那男朋友在旁边 哎呀慢点 往左往右 一直在念的 花花草草 所以你爱她的唠叨吗 挺喜欢的 你看她谁喜欢吗 请坐请坐 谢谢啊 天生女朋友 好的 赶紧抓住你的最后一丝曙光 他就是做大健康产业的 天生我有才会带来的是一段朗诵 十个朗诵 我今天带来的十个朗诵 是汪国珍的一首热爱生命 我希望通过我的朗诵 可以让大家有一些对生命的一个思考 好 谢谢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是否能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便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 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好 谢谢 本来挺好的一首诗 但是你用力过度了 知道吗 不是 他挺真诚的 咱们得说挺真诚 挺真诚的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那个风格 你再来一个就是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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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奋一点 好的 要不要我请你女朋友上来 你会更内容 不用了 他的话比较害羞一点 我自己用 好 来 既然 挺好的一首诗 但是你用力过度了 知道吗 不是 他挺真诚的 咱们得说挺真诚 挺真诚的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那个风格 你再来一个就是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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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奋一点 好的 要不要我请你女朋友上来 你会更内容 不用了 他的话比较害羞一点 我自己就 好 来 既然 严肃点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好 好 好 人数越多 他的一个亢奋动 他越越亢奋 是这样的 他太可爱了 你知道吗 挺好的 太可爱了 超可爱 谢谢大家喜欢我 谢谢 而且特别镇定 特别喜欢大家 我今天来的目的第一呢 就是我要找一个 就是刚才说到的 他最大的幽默 发光发亮的一个平台 第二呢 我也希望能够在今天 能够长知识 学习到很多东西 谢谢大家 你看旁边 他最大的幽默就是不孝 他永远不孝 您啊 那是您啊 我也非常佩服的您 真的 您能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这么多年 能够依然屹立不倒 所以说 所以说我也是 非常的敬佩您 真的 苏老师 我可不可以借这个舞台 可以抱你一下吗 您真的是我的舞台 来来来 我宠在这儿 我容易嘛 我屹立不倒 您一直在进步 而且 对 我一直在进步 对对对 一直在进步 你好好夸夸 我一直在进步 您一直在进步 不是缠妹 就是我看了您很多节目 我觉得您的一个表达能力 还有思维 你能给我做一首诗吗 都是我的 做一首诗的话 首先我现在的一个基础供给 还是不具备 能够能够把您 我担心呢 就是通过我的语言 把它表达成黄色或黑色的 其实它是白色的 黄色 和黑色 行了 来 李雨昕 这样的人才 你想让她做什么 我想让她做销售 销售 她不做销售 她说了她不做销售 所以这就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愿意跟人沟通的这个素质 包括你想要去往前推进一些项目能力 我认为非常适合做一名销售 做培训不太合适 容易跑偏 接受吗 销售的话暂时不考虑 第二轮选择取合 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你今天啊 就是爱说话是件好事 但是呢 如果前面的定语太多了 别人容易抓不住重点 特别是在做培训的时候 这些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沟通 第二呢 就是每个人习惯的沟通方式 也不一样的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 他之所以说话多 是他怕你听不懂 他就不断地加描述的词语 而一旦赘述越多 其实是对自己的语言不自信 如果你对自己的语言自信的 你认为你能够一步到位 一语重地 一针见血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赘述的话 而这所有的一切的根源在于 你自以为是 你总是你以为你以为 就像你不断地重复说 我女朋友很害羞 其实你女朋友说话 比你镇定得多 在这个舞台上 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害羞 那么不自信 还有一点 你以为你的话 对于他来说是惯心 其实他烦你烦好久了 对吧 所以你不要老是 你以为 你得他以为